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每个月公布一次的新增贷款数据 可以细分为企业贷款和居民贷款两大类别 两种贷款所反映的经济环节并不一样 我们先讲企业贷款 企业贷款有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之分 中长期贷款的重要性较高 因为企业要扩充投资的话 不论是买设备还是搞工程建设 由于投资期一般较长 就需要用到中长期贷款 因此中长期贷款能够体验到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 它的变化最能反映宏观经济的好坏 至于短期贷款 企业主要是用来补充营运资金 常还到期负债等等的作用 居民贷款 即是个人信贷 也有分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之分 中长期贷款以按揭为主 被视为解读中国楼市好淡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对经济的影响也较重要 短期贷款主要包括信用卡透支 消费贷款等等 还有一种叫个人经营性贷款 有不少的小微企业 并非以有限公司形式注册 在内地不容易以企业身份借到钱 小微企业的老板 只好以个人贷款的形式借取融资金 因此短期居民贷款 多少都能反映小微企业的活跃程度 总而言之 观察新增贷款的组成部分 可以更细緻地了解经济运行状况 当中 不论是企业还是居民贷款 都是以中长期贷款较为重要 能够看出企业投资和流市的情况 错觉分析贷款数据的时候 可以以此作为参考 margin 招下 前面 有点 治便 讚 藏